哇 1000錢 今天來玩彈屋森友會 這個小島我已經玩了一段時間 我們來做個簡單的小教學 這個魚非常好釣 我們先把這個釣竿捨在牠前面 讓牠看到這個浮標 過來過來過來了 快吃啊 好簡單的吧 這隻大魚也是一樣 釣到牠前面 哇 這麼快就咬了 竟然是一隻鞋子 往昆蟲的方法 像這種移動速度比較快的 就給牠 慢慢的靠近 然後一揮 可以 像這個比較慢的 直接給牠抓起來就可以了 鳳蝶餒 這個是瓶中性啊 每一天都有這個瓶中性可以打開 可以獲得一個方程式喔 要看看是什麼東西啊 人形鞋問牆 燈中色的 好吹 白粉蝶啊 口袋滿了 來替換一下 東西太多啦 貝殼不要好了 這什麼 快跑走了 哇 抓到了 這是什麼東西 補甲蟲 再來是什麼 是蜜蜂啊 慢慢的靠近 哇 蜜蜂 對了 還有這個 用鏟子先把它挖起來 它每天都有一個喔 一千塊 哇 百千塊 但我剩下的沒那麼多 先中我的六千塊 它會長出三顆就像這樣子 隔天才會長出來喔 重點是可以獲得三倍的價錢 登登 畫石 當然我們還是有其他的方法可以過去 用撐桿跳的方式 然後這邊也有一個畫石可以挖 欸嘿 畫到畫石 這裡還有一個啊 藏在樹後面啊 畫石 開始的任務就是 刷些小昆蟲、釣魚 然後找畫石 然後交給 貓頭鷹先生 在睡覺喔 因為他是夜行性動物 從他後面偷襲他好了 白天很想睡覺 然後我來捐贈東西 我先鑑定我的化石 關裡面沒有的珍藏化石啊 太羨慕了 希望我捐贈出來 好啦 我捐贈給你啦 全部都給你 好 我們這一集先到這邊喔 歡迎下方留言給我 先這樣囉 掰掰